所以剛剛的東西我都有把它放在第15頁的地方 這個是沒有回傳值的 那這個是有回傳值的 另外的話跟VBA之間的比較 VBA其實SUB的部分的話就有點像沒有回傳值的 那另外你可以改寫 改寫成什麼?改寫成Function 所以底下也有一個Function 這個有點像有回傳值 兩者其實做出來結果蠻類似的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不妨自己再去亂亂看 那底下的話就有個所謂的猜數字遊戲 也是1到20之間猜一個數字 比如我亂起來請在1到20之間猜一個數字 我猜中間的10,Enter 它會告訴你說太低還太高 它會跟你講太低的高一點 所以刪去法的話1到10就刪掉了 剩下11到20 所以我一樣猜中間的 太低的高一點 所以應該是猜多少 11到20之間 那我猜15好了 Enter 太低了 所以刪去的話等於1到15又刪掉了 剩下16到20 所以16到20的話應該還蠻好猜的 再來的話應該是吧 18中間好了 Enter 太高了 所以又刪去 17到16 對所以剩兩個 2選1 16好了 Enter 猜錯了 所以17 恭喜你答對了 有沒有 OK 這個 要怎麼做 其實等於是把前面的程式加進來 我們大概就可以 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一定是寫一個回圈 那你的次數範圍絕對它不是固定的 不是說你猜5次絕對重 不是 有的可能猜3次 所以是不確定的 那不確定的話 這個可能比較適合用file回圈 所以我的程式基本上 你會發現 開頭就是一個 file 裡面可能會 同學比較需要多學習的 就是 多input一個random的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裡面有個方法 叫做random range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產生一個乱數的話 你用這個random input外部的一個模組 所以外部一個模組 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random range 那如果我要產生是1到20的話 它其實跟range有點像 1到20 這個特別說 你要給21 因為21停下來了 所以1到20的話 那是121 所以它產生1到20的變數 放在rnd 也就是說它會先random 所以它剛剛是乱數產生一個17 它把17這個數字放在rnd裡面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要寫一個程式去判斷 那其實程式不多啦 就這麼長而已 就這樣而已 有沒有 畫有1冒號 你想說畫有1冒號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1的話就true 意思是永遠是true 所以意思是說你只跑就對了 跑到你答對為止 所以你答對的地方 底下一定要多一個敘述 所以你答對的下方一定要brake 如果你下方沒有brake的話 它又會繼續拆 那就永無止盡了 OK 所以它底下就是喔 如果大於的話 它比較大的話 那就跟它講太低了 你高一點吧 如果它這個數字比乱數還大 那就太高了 低一點 有沒有 就是給它提示啦 有沒有 這邊就頂多是一個input 輸入 判斷 回來 跑 輸入 判斷 回來 跑 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喔 這樣一個套東西 以後可以寫在非常多的地方 有沒有 以後啦 所以反正你不確定的話 我的習慣就先打一個壞一帽號就好 然後再讓它輸入 再讓它判斷 那判斷對的地方一定多一個brake 所以這甚至可以拿來當一個固定的模組喔 有沒有來套用 可以寫出很多小遊戲喔 OK喔 所以回去的話可以先讓讓看 拆數字遊戲喔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今天的話呢 基本上喔 我們就先講到這個拆數字遊戲的部分喔 那下一次的話呢 也許就把這個在重點再提示一下 甚至我們可以再改寫一個版本 限制只能拆三次 欸 剛剛畫一帽號是拆到對為止 只能拆三次的話喔 那可能你可以把它改寫成壞圈圈 改寫成4圈圈 因為只有4喔 才能夠有固定的次數 欸 可是如果要把這個地方 Hire改成4 那該怎麼改 比較正確 OK 如果你會改的話 其實這蠻多地方可以調整 因為 常常工作裡面不換就是這樣 要一直做 要不然就是做幾次停下來 對不對喔 那 大概是 密碼速度三次 對不對 對 類似像這樣 因為不然的話 一直拆拆到對 那不是他可以亂拆 對不對喔 所以 怎麼改 後面還有一些類似的遊戲 那甚至我有把那個 怎麼樣把它轉成那個VBA的版本 其實下面都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 把Python跟VBA做個轉換的話 其實也不妨可以試試看 OK 老師 那個Python的函數 這些指令 它有沒有像VBA這樣 按F1 然後放 就是有一個指令一覽表之類的 它有一個一覽表 但是會是在那個 它的官網上面有 對 官網 它沒有辦法像VBA按F1就有了 沒有 你要去上面查 OK 這差別在這裡 當然 我講過 因為你沒有付過任何錢 它是免費的 免費自助餐的話 它是自助餐 沒有service的 no service 所以你也沒有付任何service的費用 其實是查得到 你到Python官網上面 它有個Documation Documation裡面就有了 OK OK